十三届全国人的二次会议新闻中心 今天上午举行记者会 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宇璐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弓胜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逸飞 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表示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最新数据显示 二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%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.1% 保持了平稳增长 易刚指出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 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 在结构上更加优化 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 和民营企业的支持 同时还要兼顾内外平衡 一定要把货币信贷的数据 要拉长一些看 在一个时点上 你也不能看一个数 要看许多数的加权平均 要看一个时间序列上 你也不要看一个时点 而是要看一个时间序列的移动平均 所以这样就可以比较全面地 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 在被问及今年将出台哪些政策 来确保实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 要增长30%以上这一目标时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工胜提出了五个要点 一是在货币政策方面 要加大这个逆周期的调节 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同时坚持结构性的货币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 二是完善普惠金融的服务体系 三是继续发挥几家台的合力 包括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和财税方面的政策 四是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 五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潘工胜说 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要坚持市场规律 精准支持 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主业相对集中的实体经济 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 而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 进行重点的支持 防止盲目的支持 突击放贷 增加未来金融风险的防控 对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须常抓不屑久久为攻